黃大仙區這間小學 剛剛將原來的圖書館 翻新成這個 以繪本為主題的新圖書館 為何會有這麼大的改變 因為我們都在推動繪本教學 都是其中學校的一個主打 另外我們在這裡都有一個 叫做戲劇教育 希望將這兩個元素 放入圖書館裏面 整個圖書館有一件事 叫做繪本教學的理念 如何透過很少文字 但多一些圖畫的書本 去吸引學生 去取得了閱讀的習慣 而取得了之後 其實他們再延伸 是會做中文英文作文 他們會做一些畫劇創作 這樣這件事 就很啟發到我整個設計 就覺得原來不是一個普通 藏書好像一個書的archive 一個這樣的圖書館 而是要配合到很多元化的 延伸創業活動的一個空間 我們就在這裡再去想 怎樣去把繪本的氣氛 可以放到圖書館裏面 所以我們建議了做一個 48米長的一幅壁畫 然後用這一幅壁畫 化身成一幅牆 這幅牆是很流線型的 去區分整個圖書館的 不同的空間出來 為什麼要做這麼多不同的 這麼豐富的一些環境出來呢 其實很多研究都指出 怎樣才是好的圖書館 就是有多元的選擇 給不同性格的小朋友 為什麼會有這一隻吉祥物呢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 在Facebook 就說在海洋公園玩遊戲 中了這一隻不潔熊 沒有地方放 我第一個舉手 去拿了 回來之後 就想想幫他改個名字 因為其實小朋友的世界 公仔有名字 他們會特別容易投入 那麼 就靈機一觸 就幫他改了 他叫天虹 我們天虹小行 英文叫Wingbow Bear 就在跟設計師 和藝術家 去聊這幅壁畫的時候 在想想 其實可不可以加多一點脆味 到這幅壁畫裡 最後就把我們的天虹 躲在這幅壁畫裡 又好像有一些圖書或者繪本 在那本書上要找回主角一樣 有趣味的點 亦都可以加深了學生 進來的一個興趣和投入感 其實整個圖書館 就有幾個大區 包括我們最主要的一個 我們叫做閱讀廣場 這個廣場其實就 基本上差不多等於一個班房 傳統班房的大小 裡面就有一個圓形的廣場 然後有兩個可以活動式的書架 平時兩個書架推在中間 就可以增加藏書量 但是當要上一些正式的 中英文貨的時候 就可以推去兩邊 令到中間的位置大一點 而且也可以做到 剛才說的話劇活動 一個比較少的圓形 四邊都有中英文的陪伴 而中間就有一個圓形的梳化 這個梳化上面還有椅子 就可以很方便小朋友 可以一拿了書 就馬上坐下 然後我自己身後坐在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閱讀階梯區 小朋友很喜歡的坐姿 就是他們喜歡躺在這裡和躺在這裡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軟面面的階梯 他們可以真的很舒服地去享受閱讀 給一些靜一點的同學 那是一個叫做多媒體的閱讀區 那個位置用了深藍色 跟外面整體的暖色是有一個對比的 那裡就會靜一點 也可以聽一點 而在入口處那裡就會有一個新書的展示區 至於四十八米長的壁畫 除了學生 原來還有藝術家參與 一開始已經是想 很想給小朋友去參與這個壁畫的創作 因為我經常覺得 很多大人會覺得小朋友的畫是不漂亮的 但是我會很想告訴觀眾 其實小朋友的畫都是有另一個角度去欣賞 而且他們那種純真、率直 其實在長大之後找不回 所以我很想在這個圖書館保留到他們的不足 我們的主題是要他們想一個他們最喜歡的書 然後最喜歡書裡面哪一個角色 再去幻想一下 你也是在這個書裡面 你會想跟這個角色做些什麼呢 首先我會把比較像的東西放在一起 其實我盡量少加自己的東西 我主要是加了一些書 這些大的書 因為我想把整個壁畫用一樣東西串連 因為這裡是圖書館 我想配合用了書的世界這個概念去包了整個壁畫的內容 整個改裝過程最大的困難就是 一定是空間太小了 一萬本書是一個很龐大的數字 而且我們設計的時候 因為是小學的圖書館 那麼考慮到小朋友 其實他們只可以拿到由地上數上來 最多第四格的書 所以不可以好像中學那樣 將那個藏書量向上去上升 這個是我們覺得 嘩!很頭痛的一個地方 但是我們都想到對策了 就是我們將這棵牆 就是咬前咬後 將整體長度增加了 我們的Wall Space 那個長身空間長了的時候 擺書的量就會增加了 整個圖書館的用色 其實想用一些素色的 主要都是用了白色和木的元素為主 在牆身那裡 當那些書本真的擺齊了的時候 就會看到其實這些書才是主角 而地下的材質上面 我們就用了一種很特別的地毯 這些地毯組成了不同的圖案 這些圖案和顏色 就模仿了一些草地 一些天空 就令到小朋友都可以清晰看到 有幾個不同的分區 這個清晰 我們都拿了天龍小學的一個吉祥物 就是一隻熊仔 然後就將它化身成視覺的元素 是一個很簡單的線條 就去勾畫了一些紅的形態出來 這些紅的形態就變成了 Circulation的Signage 可能是Book Return的Signage 就貫穿了整個圖書館 今次都在想 怎樣可以用書來做一個 又有想像力的裝置藝術 所以就想到 不如我們做一個非書的燈 找了一些繪本的書 把它打開了 定了形 就變成了一本書 在那裡飛翔的形態 放在下面 再做了一些LE燈 就打上去 希望可以讓小朋友 看到一些書在那裡飛翔的感覺 我們考慮到小朋友的安全 因為小學生都很好動 他們很喜歡在房間裡走 走動的時候難免會撞到 所以我們整個圖書館 其實是沒有直角的 全部都是用原角的 好像這個書架為例 上層、中層、下層 全部都是做了一個弧形的修邊 使得小朋友 就算撞到的時候 也不會太傷 整個圖書館裡 我最喜歡的插畫 就是我身後這一條彩虹 因為在我設計上 其實這一條彩虹 要跟牆的拱形 互相配合的時候 其實難度都是相當之高 我們都花了很多心思 去跟藝術家配合 才可以做到這個彩虹 剛剛好在拱形的位置出現 這個拱形的彩虹 變成一進來的時候 好像一個重點 我覺得那個我要吃五碗飯 好像很喜歡吃飯 那個小朋友 你一問我 我就立刻想起的 就是這條美人魚 很性感的美人魚 當然藝術家選擇 再加了一些顏色 會令我更加深刻 我覺得玩得很生動 其實我喜歡這整幅 除了美人魚很漂亮之外 這一隻的噴蜜汁 我想應該是 章魚還是蜜魚 我都不誤獎 真的很有小朋友 童真那種漂亮 我自己特別喜歡圖書館的這個位置 因為我是一個比較靜的人 我喜歡在一些暗一點 靜一點的環境下 沒有人騷擾 我就可以去做自己的探索 或者找一些我喜歡看的書 或者影片來看 而這個位置也是一個多媒體的空間 旁邊有很多CD、DVD 還有我可以用一些iPad 去上網找一些資料 我個人最喜歡的部分 就是這個平板 我很喜歡留意學生的反應 看他們最興奮的那一刻 就是脫鞋 就跳上去 因為我們旁邊都放了很多書 那你就拿起書就來看 我想說 學生是發光的 即是他是投入在閱讀裡面 那種享受 是我覺得最漂亮的 另外就是那幾個Beam Bag 有些學生就真的很像家 我覺得這個圖書館要成功 就做到像家 學生無拘無束 很自由、很舒適 那種感覺就是最成功 圖書館入口旁邊 設有快速環書口 其實在圖書館外邊的走廊 都有一個圖書廊 同學找到想看的書 就可以在走廊的座位坐下看書